走进松山文创园区内的展览厅 映入眼帘的是充满中国风味的年节展 这是松烟与英文汉生出版社合作 展出汉生中国童话年节习俗故事 富有教育意义 很高兴跟这个汉生能够有一个机会 在这边做一个合作 那所以我们这九处的这个集张点 就主要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年节的故事的展览 还有一些年节的一些的团花的这个布置 为了迎接农年的到来 松山文创园区特别举办2024冬龙冬龙抢 大过农年系列活动 除了年节故事展 还有文创大街长达60米 共24幅的祥龙县锐剪纸团花窗框 而园区1到5号仓库廊道窗框 设置了大红喜气的春龙福宝四幅斗方春联 之间工厂大门则有持锤门绳 边界门绳女官门绳的四大门绳年化镇守烟场 整个园区内洋溢着浓浓的新春气息 其实晚上也都可以来欣赏 刚讲这个60米的团花 晚上也很漂亮 所以也欢迎大家从这个西边看完 这个灯节也可以到台北市的东边来 看我们的这个艺术的这个作品 更特别的是园区内的吉祥物松压桑 跑到咕噜房烟囱口探险 却不小心睡着 睡得财宝满意 而变成了压睡前 甚至成为网红打卡热点 松压欢迎民众在春节期间 来园区九处古迹空间内 找寻230只神龙 即将成功就可以获得限量的农年纪念币 来松压走春好运一整年 九长花畅报道